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攻盖三分国 明成八镇图 师圣杜甫用寥寥术语 总结了诸葛亮的生平功绩 那么明成八镇图是出自哪个典故呢 且看三国演义第84回 陆逊营收七百里 孔明巧步八镇图 追击属主刘备的陆逊 闯入八镇图中 而直此之际曹魏主力军正在虎视江东 一旦陆逊无法逃离八镇图 那么江东必将遭到曹魏的颠覆 这三分天下的格局被破坏后 曹魏将东西两路人马合二为一 那蜀汉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就在这要命的档口 八镇图里出现了一位 改写三国命运的关键人物 黄承燕 此人的来头可不小 乃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乐章 这黄承燕登场以后 立即为迷失的陆逊 指点迷惊 指引他逃离可怕的时针 此外 这黄承燕还向这位东吴主帅 阳明厉害关系 是异于惊醒梦中人啊 这陆逊是感激涕零啊 发誓终生不再进犯蜀地 这陆逊思维上的转变 直接拯救了两个国家 那陆逊及时撤回东吴 使江东有了防守之力 孙吴基业免于轻颓 这刘备身后的追兵撤去 蜀国化解了灭顶之灾 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三国格局被保留下来 那三方重新回到微妙的平衡中 黄承燕是何须人言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八镇图里 这黄承燕的来路在三国志略有表述 一个奇貌不扬的丑女 名曰黄氏 在远阔城版的这个评书里 黄氏有了名字 叫黄岳英 这民间传说中黄岳英继承了父亲的才智 论今能力不在诸葛亮之下 为蜀汉的运输业做出大贡献的牧牛流马 据说就是黄岳英的手笔 只不过因为黄岳英身处男尊女卑的时代 所以这份功劳理所应当的被后人赋予 三国时代不释出的隐士高人 他的水平与诸葛亮是旗鼓相当 甚至比诸葛亮还高深莫测 若非如此又岂会出现传说中继承了父亲聪明才智的 齐女子黄岳英呢 陆逊这样的人物在八阵途中都险些丢了性命 但黄岳英这个老官却能在凶险万分的阵途里闲庭信步啊 这也从侧面说明诸葛亮设下了迷阵 对于黄岳英而言算不得什么 另一方面黄成燕在八阵途里放陆逊一条生路 诸葛亮正在坐镇后方 对前线发生的一切都不知情 那黄成燕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说明他目光如炬 声明天下大事 倘若黄成燕与女婿角色对调 守镇的诸葛亮会不会释放陆逊呢 绝技不会 这陆逊是江东百年不遇的人才 在谋略方面此人是堪称翘楚啊 刘备的主力军被他以七百里火烧连营的大忌瓦解 在此期间蜀国无数精兵强将在烈焰中伤亡啊 对于蜀国的老百姓来说 陆逊就是灾星啊 每个人都恨不得用牙齿是活活的咬下他的肉 是吸他的血 如果诸葛亮在阵中 他势必会有所忌惮 不敢逆人心而为啊 那么黄成燕做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为的举动 他又为自己招致了怎样的结果呢 书中并没有说明 只是在84回之后 黄成燕这个人物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此后的文字里再无只言片语提到黄成燕 于是便有人猜测 这起事件发生以后 这黄成燕被蜀汉的高层啊 是秘密处决了 以此来平息举国上下这个群情激愤 也正如此 黄成燕死于非命后 诸葛亮与几位这个京中名士 秘密埋葬了岳父 简单的办了一场丧事 那么事实真的像大家猜测的那样吗 这种说法有时偏颇 发生在张武元年的怡陵之战 陆迅在火烧连营之后撤军是历史事实 那黄成燕剪葬也是历史事实 但二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刘备一意孤行 在称帝三个月后 执意为兄弟关羽兴兵血恨 命蜀汉精锐是清朝而出 结果遭逢败战逃往白帝城 陆迅派兵追杀刘备 大军在江边遭遇 由几堆乱石组成的八镇图 结果陆迅险险丧命于此 仔细想来 这处细节是相当不合理 三国志演绎平化里 出现了许多近乎玄幻的描述 如飞沙走石 黑云压顶 狂风大作 是伸手不见五指等等 但是三国演义 毕竟只是一部小说 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倒数 既然这些玄幻的倒法并不存在 那诸葛亮凭什么可以挡住气势汹汹的陆迅呢 关键就在黄承燕身上 第八十四回提到 这诸葛亮听说主公在伊陵之战失利 大失所望 当即仰天长叹 汉朝气疏尽矣 这蜀汉明明还有成都 为何诸葛亮会这样说呢 因为蜀汉进取的根据地 荆州已在此前的战争中实现 荆州的沦陷使蜀汉失去了主动出击的优势 只能将重心是放回防守上 那刘备的实力又让蜀国损兵折将 失去了守备力量 最要命的是关羽刘备的莽撞 使孙刘联盟被破坏 这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将粉碎 对于诸葛亮来说 此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孔明有力往狂澜的能力吗 答案是肯定的 至此之际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与东吴重修于好 不论是短期考虑 还是从长远来看 这都是最优解 与东吴讲和就是能让陆逊撤兵 避免蜀军出现更大的伤盲 这孙刘联盟的巩固 也可使两国共同抵制来自北方的草位 使蜀汉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那事实摆在那里 诸葛亮唯一要做的选择就是挑选一名合适的人选 说服陆逊 放在平时最好的人选无疑是主攻刘备 但此时的刘备不但死了兄弟 还折损了主地 他就像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 请他去与陆逊谈判 只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若诸葛亮自己去呢也不行 此时蜀国全民皆仇视东吴 身为丞相的他若单方面组合 势必会让蜀汉民心尽失 那么究竟该派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促使孙刘联盟的三大推手 分别是诸葛亮 鲁肃和诸葛锦 蜀吴战争爆发以后 这鲁肃已经去世了 那诸葛锦呢 畏首畏尾 难当大任 从身份上来看 诸葛锦的地位也远低于陆逊 几乎没有话语权 那唯一能胜任的或许只有诸葛亮的岳父 黄承燕了 那黄承燕在家中赋贤 这身上啊没有官职 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 而且这黄承燕是荆州地区的名士 在鼠吴两国都颇有影响力 由他来与陆逊谈何 这陆逊必然会慎重考虑 就这样这黄承燕带着女婿的寄望 前往无营 与陆逊进行交涉 那陆逊是个聪明人啊 明白螳螂捕蝉的道理 所以他并没有继续追击刘备 而是及时回到江东防御曹魏 那么这样看来 黄承燕便是蜀汉的大功臣 有诸葛亮的保护 蜀汉高层没可能将其秘密处决 即使如此 黄承燕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消失在书中呢 从实际角度来看 这黄承燕出事时 他是顶着莫大的压力出发的 这黄承燕向来不理会繁俗之事 如今却要被卷入这军阀的战争之中 肯定会担心自己晚节不保 更何况 黄承燕的所作所为不会被蜀汉民众理解 所以他也担心国人对他非议 从书中的记载来看 初始孙吴时黄承燕年事已高 这一番周居劳顿之后 肯定会身心俱疲 于是便不久于人世了 巩固三分大事 这份功劳相当耀眼 既是如此黄承燕死后为何没有风光大葬呢 此时的蜀汉国难当头 主力军都交代在怡陵战场上了 而刘备因此败战 卧病在床 虽然有时之事都知道 黄承燕此举实为拯救蜀汉 但大多数人仍无法理解老爷子的苦心 所以诸葛亮根本无法将岳父治丧 古人向来讲究落叶归根的说法 黄承燕死后作为女婿的诸葛亮 应该将岳障葬在故乡 可是关键就在于黄承燕的老家在乡返 今天湖北省的襄阳市 这里是曹魏的占领区 此时将岳父发送到乡返 这不是在送死吗 所以诸葛亮不得不找来几个靠得住的老朋友 委托他们将岳障的灵鹫送回家乡 不知道曹丕手下是否还保留着父亲创建的摸金校尉 为了防止这些盗墓贼挖老丈人的墓 诸葛亮只好嘱咐经办人 尽量不显山不露水 秘密埋葬岳父 凭心而论 黄承燕真可谓三国忠后期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倘若没有黄承燕 夷灵之战的结局 必然是未属无三大集团终极火弹 在这场火弹中 谁都不能保证结局为何 如果在这时候三国就分出胜负的话 估计三国演绎的篇幅要骤减三分之一了 我是杨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 感谢后的 Neden No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